噓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李承鹏 前两天 山西戒休 一个贫困家庭的男孩被逼着吃屎 边吃边干呕 霸凌者在旁边喊 他想吐出来 咽下去 不知受了什么威胁 小男孩求饶 不不不 不用 我吃 被迫吞下去 视频广为流传 小男孩精神也不正常了 警方介入本着和谐社会 矛盾双方应相向而行的态度 以4.5万元达成和解 吃屎怎么能和解呢 输可忍 使不可忍 有新闻媒体就义愤填膺 要求警方解释和解过程 我许久未见媒体站出来 让警方做出解释 这么幼稚的行为了 你以为还是大清呢 杨乃吾与小白菜遭遇冤情 申报拍案而起 资本馆访得底稿 因载路共重揽 以表其冤 估计警方也一脸猛逼 在一个连真正意义的新闻 都没有的地方 你他妈要啥自行车 所以为天下穷孩子择业的张雪峰老师说的很对 别报新闻系 成千上万孩子吃了三具情安 郭丽为女儿上访维权 被判五年 最终妻离子散 这种人间悲剧都风轻云淡 被人忘掉 吃屎这么一件小事 还好意思摆上台面 谁没吃过屎呢 你不吃屎能长这么大 忍一忍就过去了 实在忍不下去 就再加一坨屎 勾剑说 大王 您的屎苦中带酸 应该是穀物吃的太多 不妨是 过两天就好 伏差看着勾剑 巴唧着嘴还认真 损着纸上残余的屎 很开心 他知道 对方怂了 勾剑也很开心 他知道对方大意了 待重返越国 卧心尝胆 勾剑终于一雪前耻 大败吴国 逼夫差自尽 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 并翻脸不认人 杀掉功臣文种 子曰 吃得始终始 方为人上人 中华反百世代人 就这样津津有味 巴唧着嘴 在把勾剑当励志人物的理念下 熏陶成长着 卧心尝胆 这么脏的词 被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当成座右鸣 好比 每个孩子课桌上 供着一个 屎盆子 所以 上下三千六百多年的 中国教育史 就是一场 角逐 吃屎的 比赛史 不要输在 起跑线 不要输在 吃屎的赛道 这两天 以指导 天下穷孩子 填报 八股专业 为己任的 张雪峰老师 被病倒 这让 极待张老师 制定人生 赛道战术的家长们 很焦急 愤愤不平 张老师对孩子们 其实是对家长们 激情四射 射身处地 入脑入心的演讲 让那些 想让孩子们 少走弯路 甚至弯道超车 为什么又是弯道超车 改变命运的家长们 有一种 佛家当头棒喝 毛色顿开 拨开迷雾 见太阳的感觉 张老师是六祖慧能 是时代良心 张老师帮普通人说话 得罪了高层利益集团 我见过最感人的说法是 张雪峰当了一回 谭四同 消费确实降级了 连鸡汤导师都成了谭四同 我对张老师 没啥恶感 甚至无感 但你是不是 不知道谭四同 他爹是湖北巡抚 兼属 胡广总督 妥妥官二代的谭四同 并不教雕丝们 如何巧妙通过科举 弯道超车 进入大清体制 改写个人命运 而是在菜市口 流血断头 也要破除大清 该死的体制 这才叫良心 说实话 张雪峰老师 不要去报专业 而要去报专业 这个专业 才会给你带来稳定收入 那个专业 才少走弯路 少受欺负 属于那种 听上去不明觉厉 实际上 没太多成功粒子 支撑的鸡汤导师 虽然 比鱼丹款鸡汤 显得更接地气 究其食指 还是 鸡场成功学的 一个变种 当年 有多少人 听鸡场成功学课程 现在就有多少人 听张老师 人生赛道 弯道 超车 这个国家 老年人 爱吃保健品 年轻人 爱听成功学 人们对医疗体系不信任 产生了老年保健品 对教育体系的不信任 产生了张老师 人生赛道 张老师只是换一种方式 让孩子们吃食 食食一点不少吃的 最多用苦胆压一下腥味 张老师最煽情的 就是动员孩子考工 先不说 公务员考题 下面四种珍珠 哪一种最珍贵 普尔茶 为什么叫普尔茶 铁锅用什么铁制成 企鹅能否活在赤道 多么无聊 雷人 如果一个社会良心 帮孩子改变命运的终极杀招 是考工 是进入体制 逻辑得多混乱 这其实就是教孩子如何尽量自己少吃食后 再让别人吃食 我看到一些文章写得很好 比如张雪峰不是教孩子们如何改变社会 而是屈从社会 还有一篇没有查到作者的文章 引用了亚当斯密说的 中国人不缺乏智慧 但那些智慧都是为了满足生存的 是动物性的跟精神层次的东西无关 这些老师还是不了解当下某些国人 为了玻璃心们特别著名是某些 他们并不需要精神层面 他们认为精神病才去追求精神层面 只要有钱赚再脏 只要能让别人更脏 就能心理补偿 甚至还从吃屎中寻出了美感 我的意思是相当厚道的 逼泽时代不是不可以屈从 不可以吃屎 但你得知道 这是权宜之计 是哈着腰在吃屎 但如果你成天巴基嘴吃屎 还逢人便拉过来点赞 你看老子有没有吃出米其林三星的风范 这就太讨厌了 其实精致投机主义者也没啥问题 问题在于当内卷严重到神州大地奔驰着八十万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卖员 学何物理的去街道当了城管 你真以为自己有能力精致投机的穿着鲨鱼皮一路游过粪坑成为成功上岸的那一个吹牛逼呢 无论张老师怎么帮你精心设计人生 工商税务央起那些好岗位被官二代富二代红三代站得牢牢的 哪轮得上你个屌丝 没听说现在好的职位就像艾滋病一样 只能通过母婴血液性交传播了 所以 无论你考上985211还是考工成功 安守你的世袭 大明朝军户这苦差事是世袭 我朝群众这苦逼角色也是世袭 屌丝连逆袭甚至康师傅泡面 不也瞬间灰飞烟灭 常看到一些小镇做题家 感恩高考改变了个人命运 也许改变了些许生活质量 但会做题的永远战胜不了会投胎的 更多的小镇做题家是过去在村里被村长欺负 现在换到城里被主管欺负 换成上街骑个电动车被城管欺负 换成疫情来了被楼长欺负 你从未改变命运 只是改变了使的烹饪方式 我问一个公务员爸爸 为什么要让孩子考公务员 答总比端盘子当服务员好吧 我问 处长加菜 你不敢转桌子 还赶紧帮他调整好菜口 跟端盘子的服务员有什么区别 答 至少我是坐着的 我 处长举杯 你赶紧站起来干了 跟夜场陪酒的有什么区别 答 至少我是有科技待遇的 我 一个有科技待遇的端盘子 兼夜场陪酒的服务员 领导让你加班 你敢说去你妈的 老子不干了 答 去你妈的 少这么偏激 看 当了公务员只是拥有了 像我说去你妈的的权利 张老师说的很好 自由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 但鼓吹考工的张老师走到了自己的队里面 不说张老师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黑格尔说 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史不过是君王覆灭 王朝更迭的重复史 中国也没有教育史 中国只有各种八股考工的循环史 黑格尔说这句话时正是道光皇帝时期 皇帝正忙着亲自出冷屁考题 道光五年 他出的考题是 祸起吸烟 理由很简单 因为正是夏立已有年 祸起吸烟隐含已有二字 你看 这他妈是考题还是变态拆子游戏 然而 至今考题并没有变 例子 自己举 随唐开科 李世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看着考生们徐徐进入 扶掌大跃 天下英雄进入垢中 够的意思就是圈套 牢笼 再后来就是范进 再后来就是天门山不堪重负跳下去的四名青年 是广州不堪重负就烧炭自杀的三名青年 是天津七个学生不堪重负七连跳 他们生前 没少被这个世界强迫吃屎 记住 很多人以为自己吃屎就会吃成月王勾剑 其实你怎么吃屎都只是被霸凌的戒修小男孩 戒修小男孩精神出了问题 歌手李文也因为长期抑郁症离开人间 刚看到崔永元在朋友圈诉说前段时间他几次想飞上天堂 我告诉他 没事 这里是最大的精神病院 我们都是病友 无论年少懵懂 才花横溢 还是顽强死杠 大家都想通过个人奋斗 却改变不了吃屎 吃着吃着屎 就都成了精神病 中科院院士陆林说 疫情三年 新增七千万抑郁症 九千万焦虑症 数亿人出现失眠障碍 这种影响将持续至少二十年 我查了一下 这个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员最新统计的人数 九千八百零四点一万 为此我忧心忡忡 今后党员同志的工作负担更重了 就又要公务员扩边了 公务员增多 交的税也就更多了 由此抑郁症患者必然更多了 当然最后蔓延到十四亿人都患上抑郁症的话 也就无所谓个人命运 精神病院的命运就是你个人的命运 慢慢的终于修成了命运共同体 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常摆着一张苦瓜脸说 道理我们也懂 但我们没能力改变社会 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其实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改变社会 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也挺高尚的 但前提得在一个正常社会 比如马斯克扎克伯格 但如果你在朝鲜还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在这个热爱足球的国家 踢球倒是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 只是这个梗说的很清楚了 踢得好可以见到金正恩 踢不好就可以去见金日成 还有就是上面那篇文章提到 动上层的利益 如同动了他的性命 动底层人的观念 如同动他的祖坟 不不不 这位作者老师还是太善良了 我并不认为有些国人是观念问题 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怎么得到 怎么把屎塞到对手嘴里去 他们不是侥幸心理 他们就是鸡贼 所以改变观念的从来都不是观念 改变观念的只有铁拳 那些大白都上天台讨薪了 那些事业边举牌讨薪的会越来越多 120万地方城投债重压下 江浙的公务员都降薪了 等吧 更多更狠的铁拳落下来 何况还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 他们是真正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付出很多努力 带孩子离开粪坑 这让人敬佩 实在如果没条件 就让孩子在国内学一门手艺 千万别考工 千万别让孩子背行策 深论 至少少一个公务员 屌丝们少交一份税 少交税就少得抑郁症 如果还不行 大家就带着孩子在粪坑里 继续修炼他 讲个笑话 苍蝇妈妈生下小苍蝇后 就天天在厕所里吃粪便 有一天 苍蝇妈妈终于带着小苍蝇 飞到花园去吃一坨牛粪 小苍蝇第一次看到 四周鲜花盛开 芬芳扑鼻 无数的蜜蜂们 阴阴地踩着蜜感慨万分 好奇地问 妈妈 他们在干嘛 妈妈说 他们在吃饭 小苍蝇问 世界这么美好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屎呢 苍蝇妈妈 噓 小孩子要懂礼貌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